5月23日,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在香港出席集团年度业绩发布会时表示 联想较竞争对手更具灵活性,可调整供应策略,尽量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 杨元庆当天多次被问到中美贸易摩擦对联想业务的影响 他说联想一直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有全球平衡的业务,并在全球布局供应链 联想可以方便的灵活的调整供应策略 杨元庆指出,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对联想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包括计算机、手机都还没有增加关税,因而这方面影响有限 当然联想也在为未来可能的关税升级做积极准备,希望尽最大努力减少对业务的影响 我们现在并没有对我们的供应布局做出很大的调整 但是我们有很大的灵活性 因为联想自己拥有很多的生产设施 这是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来比较起来的话,我们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方便的灵活的来调整从哪地方生产,从哪地方供货 所以我们把保持在每一个市场上面的竞争力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上面的话,现在看来的话,因为关税还没有影响到这一块 所以我们还没有做出调整,但是我们有应急的准备 美国商务部日前将中国企业华为列入出货管制实体列表 杨元庆表示,华为一直是联想在个人计算机方面一个有价值的客户 联想将在尊重各地法律的前提下,与包括华为在内的所有客户保持业务关系 他表示,不管在哪做生意,都会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华为一直是我们个人电脑的重要的客户 我们将在继续珍重各地的法律的前提下 和包括华为在内的所有的客户保持业务关系 联想集团公布了2018至2019财年业绩 全年整体营业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 按年增12.5%至5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全年税前利润,按年增459%至8.56亿美元 净利润5.97亿美元 由2018年的亏损1.89亿美元,扭亏为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探 打掑啊